回头来关心大地震的消息 大地震重创花莲的观光 所幸日前就接洽安排好的汶莱包机 4月9号是如期再来了81位汶莱的旅客 因为地震不少景点受损 旅行社也变更了行程 而汶莱旅客就说 知道花莲有地震 但是还是会想要来花莲看看 而这一次无法前往的景点 可以下次再来 大地震重创花莲观光 所幸日前就接洽安排好的汶莱包机 4月9号如期再来81位汶莱旅客 我们花莲先生跟我们花莲的观光产业 我们向来就很积极地去推动 包机旅游的这个部分 那就是就从去年 我们也飞了越南到花莲 泰国到花莲 四趟16架次的包机 那我们也是持续地推动 那今年我们还开辟了一个新的行程 就是汶莱首行 那也是为 0403地震后的花莲观光 带来一个 复苏的一个契机 那就是说 希望就是说 能够继续持续地 让花莲的美 让世界能够看见 因为地震不少景点受损 旅行社也变更了行程 他们也是非常的忧心跟担心 但是最后今天还是照常起飞 然后带来了 本来是100多位要来 我们的飞机是可以搭150人坐 那今天来了80几位 本来的行程有太鲁阁 花东洞湖 海洋公园 照风农场 赏金 几乎把花莲的观光资源 全部都涵盖 但是很可惜 因为4月3号的地震 造成没有办法允许这样来安排 不过我们还是有 让这个文来来的客人 到台北 宜兰 能够做充分的一个游览的景点 虽然人数从100多位 剩下81位 但问来旅客说 知道花莲有地震 但还是想来看看 这次无法前往的景点 可以下次再来 您来之前有听说 花莲有地震吗 那有 那你会害怕吗 是有点 有点了 那为什么还是想来 想 来看看 看看啊 台湾 那这边有好几个弟弟 因为地震坏掉了 所以你们不能去哪一家 知道 那会不会很可惜 可惜 下次还要再来吗 那你要来之前 知道花莲有地震吗 有 我儿子刚好在那边哦 真的哦 在花莲吗 在花莲下到他 后来快快第二天走去台北 真的哦 那你怎么敢来 我们已经票已经买了 买好了 没有办法 那会害怕吗 不会啦 有团如果他们讲 很严重 肥肥一定不肥的 嗯 你怎么还敢来 还敢来 没事 没事啊 原本台湾哥是不是想要去的 是啊 对啊 那现在正在的状况 现在台湾哥已经没有在我们行程里面了 好像行程有一些行程是被塞了改掉了 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改次可以再来吧 啊 下次可以再来 花莲县观光志工团也在机场赠送了小礼物 还有阿美族的迎宾舞 让来自问来的旅客感受到花莲的热情 这里会幻视报导 好